及时新闻综合报导 今22日立法院举行修法公厅会 除了资方代表萧明仁表示 台湾没有过劳死 有也是本身有病引起轩然大波外 科技部政务次长苏芳庆余会中表示 有22位劳检员处理科技园区27万的劳工 没有觉得不足 引起网友热议 有人认为别说劳工了 劳检员都觉得过劳了 苏芳庆余会中表示 针对劳动检查人力的部分 三个园区内基本上大部分是大公司 目前劳工人数共有27万人 搭配22个劳检员 基本上跟各县市的比例差不多 事实上没有比较少 目前没有感觉到不足 苏芳庆也指出 自今年元旦开始 三个园区都遵照劳动基准法 落实劳动检查 共实施了184个厂次的检查 并配合劳动部办理劳动基准法 持续辅导分级检查实施计划 已举办117个厂次 一直遵照劳基法的精神在实施劳检 而网友普遍认为 22个劳检员竟要负责27万名劳工 过于吃力 不知道有27万病人 有22位医生跟22位护理师 够不够 今天是干画王比赛吗 劳检员都觉得过劳了 你让劳检员开始劳检 我保证他们就会开始过劳了 2个厂次